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昨天晚间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如果马政府执意签署ECFA 那么一旦民进党在2012年重新执政 就会发动公投废止ECFA 不过就在同时呢 民进党籍的云林县长苏志芬 却到上海参加世博会 引起了外界质疑 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好像立场不一致 但是苏志芬在接受公事记者 电话访问时强调 对他来说前往中国 就跟到日本还有欧洲没有两样 都是出国考察提升竞争力 请大家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看问题 为ECFA双英台上交手各有坚持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辩论时没有提公投 但会后接受地子媒体专访 强调公投很重要 如果这次无法用公投挡住ECFA 2012年一旦民进党执政 也会发动公投废止ECFA 到2012年你们真的有机会执政 那你会怎么采取对ECFA的态度 我们就发动公投大家来决定 要不要ECFA 那我们可能要看当时的情况来说 你可以停止执行 或者是说你恢复原状 不过就在双英变怒ECFA时 民进党籍的云林县长苏志芬 却现身中国 连跑了山东 青海 苏州和上海 考察水利农业 并参加上海世博会 引放外界质疑民进党的中国政策 态度不一 但苏志芬表示 为推展云林县的农业 中国型就跟日本型 欧洲型 没两样 都是为了走出去提升竞争力 不要因为我是民主军国党的 执政的县日首长出来的话 就用意识形态 看我的中国型 因为我针对农业的问题来讲 我不是只有中国型 我也有日本型 那么我也有欧洲型 苏志芬县长 他跟党中央报备 民进党从头到尾 我们都主张 两岸应该正常的交往 我想这个都没有问题 民进党中央回应 苏志芬扫在双英辩论会前 就已经报备 将到中国进行考察 党中央以开放的态度 尊重县制首长出国考察 只跟民进党推动 X法地场 并没有相互矛盾 记者王岐路程信龙 台北报道